由總結感言部分,又說穆斯分享了 現時,神所給予我們的責任是甚麼 並且於高揚訓宴前的大復興,我們的角色也是甚麼 從現時神所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看來 我們的角色就是成為人們由現實轉到天國的橋樑 原因,我們豈不是體見 在眾多與時並進的共同信息中出現不同的橋 包括代表灰馬的青馬大橋 上年,港中澳大橋的落成與及人公島附近東沖的共同信息 但是,為何4794的信息會與這些大橋有關呢? 為何,神甚至用上神的審判、灰馬去聯繫於大橋與4794呢? 當中,神又是藉著大橋去隱藏一個怎樣的信息呢? 原因,啟示六讓我們知道 在末世必然會出現被提的事件 就是神會將合資格的身父、同女和奔客一同被提到天上高揚的婚宴 之後地球才會迎來各種大災難,成為不合資格的基督徒最後的補考機會 因為對於被提的一群,他們是不需要經歷死亡,就可以直接脫離地球 甚至脫離整個宇宙,進到另一個空間 事實上,除了神在舊約時代用上火車火馬接走以利亞之外 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集體被提事件 可想而知,對於所有人而言 也都是從未經歷過,也從來沒有想過會出現的事情 甚至對於絕大部分基督徒而言 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是身處於末世 以為自己還有幾十年的光陰 所以於過去,神就是以2012信息讓我們知道 現在已經是末世 並且我們的工作就是藉著末後的大復興 讓所有基督徒也預備好 由我們現實的世界進到另一個空間 就是神的國當中,就是帶領所有基督徒出埃及 只不過,這不是現實國道的出埃及 而是離開這個預表世界的埃及 進到神永恆的國所預備的加南美地 然而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自出生以來一直生活的地球 就是我們對於現實的所有理解 直到我們成為基督徒之後 我們才會知道,於我們肉眼所見的地球以外 原來在另一個空間裏面 有著一個我們肉眼所不能夠見 另一個真實的現實就是神的國 並且當對比神的國,我們所處身的現實 其實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現實 而是一個虛幻的世界 於過去,我們未必明白得到 為何神的國比地球更加真實 然而神在這幾年間帶領著日華牧斯的方向 就是讓我們認知我們現時所處身的世界 已經不是那麼真實 甚至乎好像可以移世界一樣慢慢地崩潰 最佳的佐證就是曼德拉效應的出現 並且隨著時間的推進 我們發現曼德拉效應時空錯亂的時例 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密集 甚至乎差不多每個星期 在主日也會有曼德拉效應的例子 這就證明我們所身處的世界 其實並不是好像我們所相信 是一個永遠不變的世界 相反,我們身處的世界 其實是一個走近崩潰的虛擬世界 亦因此,在啟示錄 神不是在七年大災難的時候 差遣一個神人去拯救地球 挽救地球免於毀滅 相反,神是因住人類的惡貫滿營而施行審判 甚至毀滅這個地球 因此,對於身處啟示錄時代的我們 所有人的最後機會 就是從這個短暫將會被毀滅的世界 過渡到神永恆、長存的國度 亦就是說 從代表世界彩虹的一端 進到代表永恆、彩虹的另一端 而我們的角色 正正就是成為這條彩虹、這條橋樑 協助人類成為一班合資格被提 可以從橋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的人 當中,又說穆斯提及到 他們所要做的 就像電影《Ready Prayer 1》的主角所學懂的教訓 從哪裏跌倒,就應該從哪裏起身 只有這樣才能挽回過去的遺憾 也就是說,當他們在人生中 走了一條錯誤道路的時候 令他們的人生與神的異仗和計劃 無分無關的時候 他們所要做的不是繼續前進 而是回到他們跌倒的地方 重新站起來跟從神 亦因此,這就是為何在主耶穌時代 當年輕財主來到見主耶穌的時候 主耶穌就要求這位年輕財主 要放下一切的所有 並且跟從主耶穌 原因,主耶穌要這位年輕財主 從零開始,重新認識這個信仰 以屬天的方式開始信仰生活 同樣地,在哈蓋書中 豈不是提及 在門後日子 萬國的珍寶都要混入神的家 原因,豈不是主耶穌時代 年輕財主的教訓再一次出現 只不過,在主耶穌時代 這位年輕財主是悠悠壽壽地走了 最後他亦沒有選擇跟從神 但在末後日子 這班的財主 卻因著看見現實的崩潰 以及永恆的真實性 因而願意聆聽石安的教導 願意放棄物質的財富 選擇重新理解信仰 並且全程投入在石安的大復興 以人生中僅餘的時間去侍奉神 換取能夠被提的資格 藉著石安這條橋 在地球毀滅之前 走到彩虹的另一端 就像陸野仙中一樣 由黑白的世界走進神彩色光明的世界